生长会有伤痕或痕 是什么原理? 原理是疤痕 皮肤有弹性 但弹性追不上体内组织的膨胀 可能怀孕 令脏力扩抗 肚腩大了 肥胖或生长期 青春期生长时 生长得太快 皮肤的软组织跟不上 纤维组织会撕裂 撕裂时 变成了伤痕 伤痕修复时 会有类似疤痕的伸展纹出现 最初这些疤痕是紫色和红色 然后慢慢随着连月的过去 会变成淡淡淡色的调状的新展纹 这也不漂亮 有些人跟了很多年了 由小到大都很影响他们的身心状态 为什么自己有个胸 有个像纹身 原来可以做 通常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帮忙 找医生门帮忙 其实他们做些什么 令到这些纹是否可以去掉 跟那个处理方法 其实跟疤痕的处理差不多 其实都是可以用一些分断激光 或者分断射频 或者是微针 或者一些热能的仪器 就是热能仪器可以令到皮肤 增生胶原蛋白和收紧 都可以有帮助 但是预期 其实他也不会说 做一两次可以有帮助 也不会说很快可以改善 因为疤痕的处理 需要耐性和时间是比较长的 通常做多久呢 譬如说我们要贪美 当然要忍得 通常是因人而异 但因人而异的幅度是多久呢 譬如说半年、一年 还是两个月、三个月 是否每个月都要做 就是每个星期做 还是怎样才能够持续 慢慢改善了那个纹理 令到光滑一些和漂亮一些 通常因为每次的治疗 如果是做好激光 或者射频这些治疗 都会有恢复期 可能他会起一格格的招 或者是红、脱皮 有几日至一个星期 所以他恢复期 所以每次做的伤格 都起码要一个月以上 当然就看回巴痕的严重性 如果巴痕是很深的 或者面积很广 这些或者是有其他原因 巴痕的不同 其实都会影响次数 但当然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要起码几次 以上才会慢慢见到进步 就是改善的 刚才所说的 我经常都说这句 就是病向前中医 我既贪美也好 都不心急 有时真的要 因为他始终是巴痕 他都要恢复期 可以令到他增生 增长 或者生回漂亮 当然要找一些专业人士帮忙 才令到你心目中想预期的位置 都可以商量 不用猜猜 有些专业人士是好很多的 多谢林薇医生 给我们很多资讯 我们还有漂亮的问题 要请教他 我们心事的朋友 记得留意我们 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愈来愈多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 将你看到的好人好事 然后就和我宣扬出去 让多些人发现 原来我们这个世界 很多很开心的东西 值得我们开心的